我们看一下这个UV贴图实际上是这样拼趴着的嘛 这个是比方说在Mari或者其他软件当中 Mari呢可以去往这个模型上去绘制这个纹理 这纹理呢是基于UV处理的 现在你不太了解这个哪块是哪块 那我们用通过这种方式 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它呢 渲染成UV的模式 那我就把它改成UV 这样呢就变成一个拼铺的结构 根据我们的UV结构来进行渲染 好由于结构渲染呢 我们一定要和我们这个东西要匹配 这样呢你才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机制 4096乘4096 那如何去自定义它的一个渲染大小 就在这BG这呢 链接一个4096乘4096的一个结构 一个大小 那我就从这边呢去选择一个这个 把这个呢改成一个4096乘以 4096 一个正方形的一个 等于是一个底图吧 这样它渲染到就这个 那我们就知道哪一个区域 红色的部分主体的 哪个区域是什么颜色的 这样我们首先呢 并且还知道了 我们绘制的贴图 哪个区域的纹理属于哪个区域 这样不只是我们最终合成的时候可以控制 并且还可以控制它的贴图位置 这里面的材质 shader当中呢 还有一个叫做线框的一个情 这个情形 我把它拿上以后呢 我给它做一个材质的指定 它是材质 把它指定这个模型 指定到这个模型上 然后同样的给它做一个渲染 你看这有同样的方式做渲染 这个UV方式呢 是可以不需要链接这个camera 我只需要把背景连上就可以了 然后你在这边结构去看的时候 我们在2D图像当中 你就能看到渲染到的这个网格图像 这样的我们这两个东西 如果你去合起来看 你就完全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 在哪个区域是什么东西 然后比方说 我们希望 拿一个 我们自己 以后